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Sandra 今次我们来深圳喝茶 还有行商场做按摩和吃下午茶 可以玩一天 这次我们会去的商场是在南山区的万象天地 这个商场很大和很美 餐厅是非常多 现在就去片了 万象天地是在南山区 如果出了罗湖关口坐地铁 是在1号线坐到高新原站下车 就不用转车 车程大约35分钟 但最近9月开始 在深圳湾口岸有免费巴士 去到南山区几个商场 是很方便 所以这次我们试试坐 上网见到永东有直通巴士去深圳湾 上网买车票是每人50元 有很多区都会有上车站点 主要在九龙和新界区 我们在太子上车是比较近 在C2港铁站出了之后 一出来左边见到元朗冰室 车站就在元朗冰室前面 我们就是坐这辆巴士 车程大约45分钟就到达深圳湾 过关之后一出来 就要向前方向一直走 今天是中秋假期 所以是超多人 之后会见到地面有指示 也会见到写着免费巴士去的这三条线 我们就是坐A线去华润万丈天地 出来有一个很大的牌 介绍南山游玩 就是巴士站 还有员工在派小冊子和介绍指南 这里半个小时就会有一班车 虽然今天是假期 而巴士也是单层 用纳的人数不多 但都上到车 其实如果不想坐巴士 也可以一出关口坐的士 由深圳湾过去 比起由罗湖过去南山区 是近很多 上了巴士到第三个站下车 车程大约25分钟 我们是大约10点 来到万丈天地 来到是先喝个早茶 这里是很多餐厅 还有cafe都是半户外 是很巧打卡的 现在更早店铺就未完全开完 我们今天去喝茶的餐厅是唐宫 就在商场地面L1 现在这个时间来是最好 就不用等位 由于是一间比较高档设的餐厅 所以装饰是很优雅 环境很舒适 我们坐的二人桌都很阔落 我们本来想爱美团的商人套餐228元 看来是比较划 不过刚好今天是公众假期 就用不到 唯有单点 侍应是先给我们选择茶 品种是相当多 我们是选了茉莉花茶 每位算是12元 接着看点心子 看到这道乳鸽很有名 所以我们也叫了 另外也可以看其他菜式和小食 点心看来也很精致 点心价钱是由小点的12元 至明点的42元 茶来到市影先洗茶具 然后茶叶也会冲洗 冲洗的步骤非常认真 喝下茶非常香 这个叉烧酥不是我们平时吃开长型的 是三角型 但是很松脆 叉烧切得一粒粒 很多汁 一入口非常热 咬下去很松脆 叉烧味道非常好 咸味和甜味都刚好 值得争烧 而乳鸽在这里必吃 拿上手很热 看到表皮炸得很漂亮 入口很汁很香 就不会干 而且不需要点任何东西都很好吃 来到鳳爪卖相也很好 可以看到的脚趾很肥大 入口吃到有胶質口感非常好 味道刚好和有点辣 可以说是很完美 至于虾饺 一龙有四个都是大大粒 可以看到它是晶莹通透 所以要先加分 而里面的虾也很漂亮 而且不是切到碎 那种 入口的虾很有虾的口感 是很爽口 但就不是很假的那种蛋牙 而且吃到很汁 还加了一些筍 而皮也做得很好 这里的虾饺是48元 好像不便宜 但有这样的水准 我觉得又不贵 鲜虾红米肠看起来都不错 它入口的层次感很丰富 那网菜做得非常松脆 里面的虾也是大大粒 这里的虾也是很新鲜 也跟虾饺一样有点适 刚才看到旁边的葱油饼很巨型 所以我们都叫了 大家可以看看每一个都好像吹上了的波 只见到视觉效果已经很有惊喜 记得打完卡要立即趁热吃 餐厅有提供手套很贴心 吃的方法是先按平它 然后再卷起来吃 我觉得吃一个都挺饱肚 入口非常脆 有很香的葱味 也有点甜味 我觉得是必试 这次喝茶我们是非常满意 价钱方面虽然在深圳来说不算便宜 但食物水准是很有酒店级素 服务也非常好 会常常帮我们斟茶 我们吃完差不多要走的时候 员工居然跟我们说 你们慢慢坐下 现在只是帮我们修碗碟 其实当时已经有很多人 已经有人在等候 但也没有趕我们走 这种服务态度很值得欣赏 喝完茶可以先在万象天地逛街 之后我们会去附近做按摩 万象天地是在2017年开业 这个商场很大 户外也有很多大型的店铺和餐厅 总共有差不多300间店铺 看到这间华为旗舰店是非常大 在外面还看到一只机械狗 是很有趣 我们忍不住要停下来看看 我们要去的按摩店是西和里 在华为店向着大街方向行 会看到Unique 前面就是大街 过对面马路就是大冲角制中心 之后走进去 见到天桥底就转了 跟着指示牌去华润置地大厦衣座 这里就是了 上十九楼就来到了 见到门口是多漂亮 进来环境是非常舒适 装修是多不错 本来我们是上市做美团的套餐 但因为我们没有预约 是安排不到60分钟的套餐 所以我们选择了肩颈整五分钟 大家如果来假期最好才预约 这间店不算大 但环境挺好 走廊看到这些可能是做脚步按摩 我们来到这间房 房间不算大 但很干净 按摩椅很大张 非常舒适 另外送来了茶 有水果和小食 另外员工给了衣服我换 按摩师按肩颈和背部都挺用力 会按压一些月位 也会问我力度够不够 可能我不是那么受力 和比较少按摩 便会觉得有点痛 因为本来我是想按头 所以这次按摩师也抽了时间 帮我按头 会先给我们蒸气眼罩 热地感觉很舒服 我很喜欢头部按摩 可能是比较温柔的 按摩员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会 我们休息大约一个小时才走 最后买单两个人是256元 我觉得这里环境很好 按摩感觉很舒服 服务也很好 价钱也合理 有机会也想再来 按摩员就回去商场走 来到这间茶饮店 有很可爱的红啤啤 店铺也挺大的 见到很多人拿着红啤啤的饮品打卡 饮品的种类很多 我们买了这杯蓝色的饮品 另外一杯是热的桂花酒样拿铁 每一杯饮品都会有红啤啤在杯上 非常可爱 这个拿铁还会有啤啤红的拉花 还用桂花做到像啤啤红的头发 它味道就不会很甜 是挺好喝 另一杯柠檬香水味就很浓 但我觉得是过甜的 这间店铺 除了有饮品卖之外 也是一间时装店 全部衣服都是用毛公仔做装饰 非常大胆和有创意 难怪吸引了这么多人来 我觉得这个商场很时尚 也很适合一家大小来 这里有很大的流冰场 也有戏院 有玩具返斗城 还有很多有关小朋友的店铺等等 而这里的餐厅很多元化 有很多高级的餐厅 也有些平民的美食 很容易找到一间餐厅是适合的 差不多三四点 我们很想吃一下咸茶 这间花厨是我想试很久的 这次是有机会来试试 一来到门口 已经见到有很好的鲜花在打卡位 这里的地方非常大 这间餐厅是以花来做主题 还有全部都是鲜花 在深圳卷务中心也有一间店铺 最近在香港也开了 但价钱应该在深圳是比较便宜 还有深圳地方是大很多 这间餐厅在六楼的顶层 就好像空中花园 环境很优美 我们坐的位置很舒适 还有对着商场大电视 这次我们是来吃商人咸茶 美团价钱是$199 是有八款咸甜点 另外会包每人一杯饮品 而这里的餐牌实在太大本了 但看起来很吸引 因为太多 就不可以慢慢拍给大家看了 我选的饮品是蓝蝴蝶 是蓝色的蝶豆花梳打 然后倒入柠檬水 就会变成紫红色 适应会先等我们准备好手机打卡 才倒柠檬水 上面看到圆形的冰粒 是有蝶豆花 是非常漂亮 味道是酸酸的 的柠檬梳打很清新 另外叫上一款热饮 是玫瑰花果茶 味道是很香玫瑰 也带一点酸味 都挺好喝 之后茶点都来到 每一款都很精緻 有三款的咸点和三款的甜点 和黑松露芝士酥条 还有一杯水果酸奶杯 两款咸点都加了牛油果 我觉得是挺清新 而火腿是加了烧过的番茄 非常香 甜点都不错 芒果和芝士的配搭 有芒果的甜味 但就不会太腻 这个粉纸色的也很漂亮 里面是流芝士多啤梨 玫瑰的香味 但只有一点甜 非常清新 这个杏仁朱古力 是有椰子的香味 朱古力也不会很甜 是完全不觉得腻 全部都非常清新 至于这个酸奶杯 加了麦瓜粒和毛花果 比起就这样吃酸奶好吃 整体这里的咸茶点做得很漂亮 味道也不错 也不会太腻 饮品也很好喝 在这里对着鲜花的环境 真的很舒服 这里的地方很大 不如拍摄给大家看周围的环境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次的分享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 还有记得like和share 多谢大家收看 下一条片见 拜拜